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堂 星期六 今天我們準時 播放我們的行銷大學堂 那 今天就有 下午跟人家討論了一個一些 行銷議題 然後其實早上也是 最近就有一直有學生在跟我講一件事情說 老師你 在 因為我在 一些地方有教Google 關鍵字 廣告操作的考試 認證 就去拿到 Google這一張 Edward的證照 那 很多學生就問我說老師那 你教這張證照之後你是有沒有幫人在實操 廣告啊 當然是有啊 當然是有 他說那你為什麼 不利用你一些直播的時間點來 教一下我們 因為他們教證照的時候是比較偏向於考試 考試的模式 因為他們主要是要取得這張證照 那裡面會帶一些實作的課程 的課程 那 當然量還是沒那麼多 就實作的部分比較少一點 那他們就說那我可不可以利用一點 我利用我一個直播的時間點 來 教他們 一些 廣告文案的寫法 的一些重點跟技巧 因為在 Google裡面的 關鍵字寫法 關鍵字廣告寫法裡面 他有很多種 那他也裡面其實我們在教過程中也是有跟你講過說 在 關鍵字的做法裡面要遵守Google哪些 哪些議題 哪些政策規範 哪些是可以做哪些 是不可以做的 帳面上 規範上 文案上會有一些例子讓他們來參考 但是有些 我們還是要有些個案個例 或者是新的手法 都要來 來做 那 但是 其實Google的文案 Google文案裡面 有兩大主題 有兩大類 一個是搜尋 搜尋廣告的 做法 一個是 多媒體廣告的做法 然後現在強調就是 行動廣告 就手機廣告 那另外一個就是影音廣告 這幾種做法就 還是差別很大 那 學生在跟我講 我也只好說OK啊 那我就會利用一些 一些時間點 利用 可能我來設計一下利用哪一天 禮拜的哪一天 來 正門來 想一下就那天來講一下這些文案的一些寫作技巧 然後但是 講坦白的 Google有Google的做法 FBI有FBI的做法 這是還是有一點差異性 還是有一點差異 但是 要吸引 吸引消費者 吸引你潛在顧客 能 達到你 看到你的東西的話 其實 我們在講 創意點 是有 但是 規範還是有 重點還是有 每個人不是都很有創意 你的廣告文案不是每個都非常有創意 但是還是有一些規範 有一些規矩 有一些重點 要如何 讓你使用者停下眼睛注意看著你 這都還是有技巧的 還是有技巧 要不然別人外面在教什麼廣告文案的撰寫手法 廣告文案的 製作重點是什麼 這都是有規範有技巧的 那 也因為在講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 利用一些時間 要不然有時候講 都是講一些 大家還是那種說 原本是在這邊講一些 文案的這些 電商的一些新趨勢 但我還是一樣 新趨勢 大家都還是要 要知道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新趨勢 因為我們可以 針對你不同樣的方式 我知道 做這些新趨勢 如果跟你有相關 你當然要跟著這個趨勢去走 而不是傻傻的 人家都已經改變了什麼方向 你還傻傻的在那邊 在那邊 默索 默索你的舊友的方式 人家已經用一方 一分鐘可以賺一百塊 你還在用一百塊 一百分鐘可以賺那一塊錢 技巧 技巧跟技術 跟這些平台的使用趨勢 還有使用規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要人 及時的 去修正 改正 要符合他們 所以我為什麼 也是要把這些 他們一些新的規範 或是新的趨勢 或是一些新的環境 也是在列為重點 也是 也是要這樣子 文案這邊原本是 想說 會開課 會開課後面 Google Edward的這個證照課程 我 會再把它開起來 因為 Google Ennisys 現在已經在 製作了 Edward這一塊 文案寫作這一塊 會把它弄出來 那為什麼 我之前說為什麼要從Google Ennisys來做事 因為如果你有玩看的話 你要先懂這一塊 如果你不是只有玩這個 你只是想要賣廣告的話 那OK Google Edward就可以 因為 需求性不一樣 以我的出發點 以我的出發點 我是認為 Google Ennisys 是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 它是 相對的是一個 基本元件 那你懂它 你來操作 Google Edward 廣告購買 就很簡單 那懂了Google Edward 你來懂 LB的廣告操作 就有得心應爽 OK 這就是我們 一些我課程的規劃 那 會盡快 Google Edward的課程上 上下上去讓大家來選 那文案的寫法 我會在安排說是每個禮拜幾 我來做一些文案寫法的教學 還是就提點一下 哪些你在做一些事情的話 有哪些方式是要去注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會 講一些 好的 文案案例 來讓給大家分享 OK 那今天 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 過了什麼時候開始來講這個文案的時候 我會在 LB上面去公告 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就知道在那邊 拜拜